高雄市長陳其邁陪同總統蔡英文 以及中山大學校長及企業代表等人 共同拉下洪布曼 為中山大學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揭牌 陳市長感謝蔡總統的支持 讓中山大學連中三元成立三個重要的學院 首先要特別恭喜中山大學連中三元 醫學院、國際金融學院、半導體學院 這個我想是空權絕後 第二當然要感謝蔡總統 連中三元假如沒有蔡總統幫忙 大概很困難 所以要特別感謝蔡總統 蔡總統則表示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總產值高達上兆元 而中山大學鎖定半導體封冊和電子磷組建產業 讓台灣的半導體人才培育工作更加完整 而陳市長則是感謝中央在各項產業中 讓高雄站在關鍵的角色 成為國家隊的議員 特別有意義的是跟學校合作的七家企業 都是我們高雄的在地企業 在未來十年將要投入九億元 跟政府一起努力 共同培育國家重點產業的人才 為了要讓高雄更好 讓我們的產業能夠更發展 所以沒有我們不能克服的一個困難 所以再一次的要特別感謝蔡總統 訂定一個非常明確的國家戰略發展的方向 那我們跟著蔡總統 因為為什麼要跟著蔡總統 因為總統的政策在哪裡 資源就在哪裡 中山半導體學院由學界和產業界 共同擬定三年的課程地圖 企業提供100萬元的獎助學金 學生畢業之後可以加入半導體產業國家隊 創造國家產業學校共營的局面 我們在各行各業的這個翻轉 像我們在中鋼 在很多永續節能等等的 這些新科具的應用 也發揮了一大代小 讓我們的鋼鐵業 包括套件等等 也都同步的加速進行數位轉型 學生畢業後立即加入半導體 封測及電子鈴組建國家隊 第一期的一個計畫 我們將培育千名科技人才 加入高雄半導體以重點產業的一個推動 中山半導體學院產一加二學年制 由產業和學界共同擬定 產業發展所需的專題報告及研究主題 產學合作共育 希望大幅降低學用落差的問題 記者潘志光 賴昌邦 高雄報導